今天想做乾瑤柱蝦米蒸肉餅 瑤柱和蝦米已經浸了水 待會淋了就會切粒 今天我會用豬腩肉 我會攪爛它 如果在街市叫它幫你攪爛 就最好 我會選豬腩肉做蒸肉餅 因為吃出來特別爽滑 我現在會放入攪拌機攪爛 最好用最低攪拌的速度 這樣吃出來口感很好 乾瑤柱我現在弄碎了 蝦米就要切碎 而剩下蝦米水和乾瑤柱水就會流 因為乾瑤柱和蝦米已經很夠味 所以調味方面只需要加半茶匙醬油 半茶匙鹽和半茶匙糖 拌勻就可以了 我們大約分四次 就是下水 我下了第一次之後 不停地攪拌 和順時針 讓肉餅充滿乾瑤柱的水 就可以再加多一點 又是用同一個方法去做 我大約下半碗水之後 你看到我自己拿起的時候是很輕身的肉餅 而且你覺得很有水分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了 最後我剛才剁碎的乾瑤柱和蝦米 我倒進去拌勻 拌勻之後 最後我會加少少的麻油就可以了 在蒸之前 我們最好用手指按鬆它 按一下 按一下 好了 現在水滾了之後 我們就會放進去蒸30分鐘 乾瑤柱蝦米蒸肉餅就做好了 這個蒸肉餅有很多汁 而且肉是很鬆軟的 大家都試試做吧 好吃 好吃 如果你喜歡 按個讚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謝謝 謝謝